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的抚恤 这位年轻帅气的警员是在巴督分住所执勤的时候 遭到的这个车辆所撞到最后不幸身亡 那他是在巴督分住所执勤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对于他没有办法目前为止被认定所谓的 因公训职这样子的认定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希望下周能够亲自拜访我们警政署的署长 让他了解我们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执勤的时候所面临的风险 跟他们遇到的挑战 我们的基层严谨这个警察是算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而且他们常常在为我们付出很多 尤其这个阴工脂肪跟阴工性质 这个认定对差很多了 所以我们尤其市长对照顾基层严谨 不只对照顾基层严谨 包括我们的学警这些疫警民房 还有我们志工车这种大堆都很照顾 志工们是认为说警政署的长官们 应该给我们的罹难严谨的家属们 给他们一定的保障给他们一定的关怀 当然觉得这个保障不是只有这样子 还要给他们尊严 我觉得尊严很重要 因为在执勤的时候就这样子天降横祸下来 这个是很多为人父母的都没办法接受的 对不对 那我想我也不是说他一定不会被重宽认定 但是我也知道警政署还有权续部 都有在做积极的推动 那我们也表示感谢 那我们市政府也是希望能够帮忙推一把 能够在这个园警的相关的一个情况的认定 请警政署以及权续部能够帮忙相关警员的这个家属 让他们在失去儿子的这个时刻 不要被这些所谓的这些没有实质意义的认定 让家属再次受到了无情的打击 希望大家来共襄正直 为我们这个八股书信警员来敬畏一份之力 也非常谢谢市长平常对我们基层的严谨 还有我们所有的邪情的这些一警一销一交自公这些的照顾 从目前社会实际的状况看来 警销人员真的是高风险的行业 到底该如何合情合理的从优抚恤 会直接影响到第一线人员的士气 跟社会的观感 值得中央单位加以重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为了要增加企业投资基隆的意愿 基隆市政府特别召开基隆市产业合作 招商座谈会 介绍基隆的发展方向 未来前景与投资环境 期盼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基隆投资发展 增加在地的就业机会 这个基隆市产业合作招商座谈会 由基隆市政府主办 产发处与公测会执行 中华民国工业区厂商联合总会等单位协办 透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区企业代表交流 来全力推动基隆的招商引资 欢迎全国的工业界跟工商产业的 各位先进跟各位企业家 到访基隆非常的高兴 那基隆未来也要成为一个 产业招商的一个聚落 我们他们的团队或这个企业 是让我们各企业 各产商对基隆更了解 我们都知道在港口的城市 都是非常的发达 所以现在所发达的东西 都是严格 现在一系列已经有很多的政策 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企业 能够来进驻 已经进驻的企业 我们也欢迎利用更多容积奖励 工业区立体化的方式 能够增加更多办公作业及生产面积 所以我们在各方面都在推动 让我们的企业能够在基隆 可以增加更多的产值 政府也积极的努力 希望来协助在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希望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后 能够有效的让大家更生根基隆 我想今天有很多企业界里面的宝贵意见 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座谈会中 基隆市政府督发处特别简介 最具潜力的捷运沿线基隆河谷廊带 跟基隆港区核心区 都有很多投资机会 未来的这个南港 东京文化就要所在的是南港 其实未来的产业的核心 包含也有传说 这个现在会打的一些研发的 这些中心可能会在这个南港来进驻 那其实从南港过来以后 这个包含这个西子 远雄U-Town 它有一些经贸园区 那接着过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北莫都 大家有看到蓝色的部分 我们现在把它定位为这个基隆科技园区 那下一站就是六度 那今天包含这个 中国端子的董事长 总经理都在 那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在这边了 那未来其实还有一些 闲置其实目前都是低度利用 那它也是我们最早的工业区 所以我们希望 透过这个工业区立体化的转型 那在去年我也修法了 我们把过去没办法容器移转在工业区 我们现在工业区如果要开发转型 我们也可以来办理这些容器移转 那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比较现代化 科技化的一个工业区的一个园区 好接着再来下一站是这个七度的部分 那七度除了它目前本身就有一个护车站以外 那未来除了捷运站 那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洋民海运的总部在那边 所以市长也会积极地规划 刚刚提到的这个工业内容物流 可能是未来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那也是我们基隆可以琢磨实力的地方 那以洋民海运为中心 我们也积极地在它的北侧南侧 都有一些公有土地 那我们积极地在做规划 希望把它打造成为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给来实力不是硬的实力 是软的实力 基隆开户一百多年来 它真的是一个老旧的城市 如何翻转它 我觉得是跟台湾人有个进化 国外人来说台湾的美在内心 那基隆的美在文化 所以站在一个我们县市长带领的事务团队里面 如何把我们实力建构出来 台湾人来说台湾人来说 一个亲子平台 国外人大学 教学 还有改善人心道 还有最新的电动机车 大学都会有多多多些相信 提供电动机车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市府积极进行国际化的产学合作 培养人才 也希望透过这场招商座谈会 展示基隆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潜力 吸引工商界来投资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七读永平里里长黄筹佳 特地和财团法人基督教 中华信旺爱基金会合作 办理叠古巴特 首作零钱包的活动 免费邀请里内的银法长辈 以及国小学生 共学共荣 在老师指导下银法长辈 阿姨叔叔们拿起剪刀 剪下叠古巴特 专用纸张上面自己喜欢的图案 然后拼贴在零钱包上面 可以亲自动手 做出自己喜欢的零钱包 又可以交朋友 大家都很开心 很好玩 很有气味 大家都很高兴 要常常 回到小时候 要常常办这个活动 我们才不会老化 可以交很多 我们的知识朋友 交流 然后又可以 认识很多很多的 同学 不只邀请银法长辈们参加 也邀请国小小朋友 一起来手作叠古巴特零钱包 第一次接触 叠古巴特手作活动 小朋友也很兴奋 觉得怎么样 玩起来 好玩 基隆市已经进入 超高龄化社会 老年人口即将占 全市人口数的21% 如何让长辈延缓老化 健康老化非常重要 因此基督区永平里长 黄朝家 特地和财团法人基督教 中华信旺爱基金会合作 邀请徐敏艳和郑秀兰两位老师 在里面活动中心 办理叠古巴特 手作零钱包的活动 免费邀请里内 银法长辈 以及国小学生 共襄盛举 让银法长辈们动手动脑 交朋友延缓老化 同时祖孙共学共融 活化社区气氛 我们也非常希望是这样子啊 让那个祖孙三代可以 大家一起出来 利用暑期的时间 大家聚在一起 以后我们永明里会更开过一些 会开一些比较户外的课程 让大家 阿公阿嬷 爸爸儿子他们都有互动 非常感谢 谢谢 这项活动也受到 激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 大力支持和称赞 杨秀玉也秀出自己亲手做的 叠古巴特的钱包 秀玉特别到我们这个 七土区的社区 来跟一些婆婆妈妈 也是我们的一些资深美魔女 共同来打造这个小包包 我觉得这个小包包真的非常的好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是超高龄化社会 那我们这个 其实个里的离党都非常用心 都会就是有一些元素 注入在社区 那请我们这些婆婆妈妈出来 走出来 那走出来 做各种不同的一些活动 那今天就是这个叠古巴特 零钱包 我刚刚完成了 那我今天选的这个材质 跟这个就是说那个特色就是 一边是很卡通的 卡通 就是那个 卡通的一些 一些那个意象 那另外一边是一个 花朵 所以这个有女人心 也有我一个 就是我很同心的一面 其实我们人 从出生 不管到你多大的年纪 都是保有一颗 这个 就是说同心 那同心 我也每次希望我们保持一颗 这个就是 淳朴的心 还有我们这个 就是 纯洁的心 我觉得这个 借由这个包包也希望说 我们乡亲 就是多走入社区 杨秀玉也表示 目前自己正在规划 彩绘街道的想法 希望跟叠古巴特一样 利用色彩缤纷 不同意象的图案 美化七堵街道 和景点 行销七堵 所以我最近在这个 我们七堵这边 就是有针对这个 老旧民宅的一些墙面 我有做了一些 这个所谓的这个彩绘 那也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 整个彩绘墙面 能够把这个社区 打造 更活化 那也因为这个活化 也注入我们社区的一些 地方人文的一些主题 能够带动整个七堵 一些周边的一些 就是商机 那也希望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社区都有它不同的故事 也希望能够借由 这些彩绘的一个 整个 就是一个活化 能够把我们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社区 包括每一个巷弄的一些 地方人文的故事 能够呈现 杨秀玉更特地致赠 每位参加这项活动的 大小朋友们 每人一个 具有台湾味的 嘎吉地亚 时尚环保包 作为纪念 也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和感谢 气氛热闹又融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区域会与基隆市政府 推出十余环岛列车 前进全台 二十六个偏远地区学校 第十六站 来到全台最高的学府 阿里山 相邻小学 通过闯关游戏 以及小卷兽DIY体验 让孩子们了解小卷 从产地到餐桌的生产过程 星期五上午 钟声响起 小朋友们开心走进教室 因为今天 身上来了一群贵宾 这些人从未见过 这里是海拔 2195公尺的 阿里山相邻小学 是台湾最高学府 学校不仅群山环绕 更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阿里山神木 今天也是我们 环岛列车的第十六站 来到了阿里山的相邻国小 来自台湾最北端的 基隆区与会 在简单介绍后 就让孩子们 进行食育教育的体验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找找看 他的头在哪里 这是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他的头在这里 对不对 头一次摸到小卷 触感软绵绵的 孩子们好惊喜 从认识小卷构造 到手作彩绘小提袋 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就是呢 我觉得那些脚卷太软了 而且它滑滑的 滑溜溜的 它的头长在自家面 然后它 它嘴巴就是 被它的肘壁架面 它的嘴巴很尖 我学到了 它是从哪里来的 在阿里山神木旁 金融区渔会 时于环岛力车 第十六站 抵达嘉义阿里山 乡林国校 让偏乡地区的孩子 也能感受到 海的味道 到了这个 全国最高学府 我们阿里山的 这个乡林国校 它标高是 1965海拔 那这里的小朋友 山林里面各种的 这个山上的资源 很多很丰富 但是平常比较少 接触到 我们的海洋事物 生态以及渔业 所以说 金融区渔会 今天特别将我们 目前在地正盛产的 这个小卷 带到我们山上来 来跟小朋友 更认识我们的小卷 他的生态 生活的状况 同时来做示范料理 让他们做DIY 认识我们的渔业 这个是我们办理 全国渔民节的活动 最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是希望 把我们的食鱼教育 带到全国各地 让一些偏乡的地方 能尝试到 我们基隆机会的小卷 顺便把 让一些小朋友知道 我们台湾本土的 产业 这帮手啊 是如何来抓小卷 我们先开一盒 除了带来知识教育 还有实际应用 这一堂课 又教孩子们制作小卷烧 今天旁边也要撒到 每一个都要撒平均 将调好的面糊 加入模具里 再陆续放上小卷 高丽菜 小心翻动 一颗颗小卷烧 滋滋作响 等到变成漂亮的金黄色 就可以起锅 淋上酱油 柴鱼片 最后撒上海苔粉 大功告成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 品尝自己做的小卷烧 海鲜的东西不只是少 我们的午餐也很少吃海鲜 因为我们的午餐 它在运送的过程之中 比较容易损坏 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体验 让我们觉得说 海鲜真的跟我们孩子 是比较远的 整个就是拉近了 我们的学生 跟海鲜的距离 海鲜或者是小卷 让他们从中喜欢上他们 因为小卷烧这种东西 主要是小孩子本身就喜欢 日式的章鱼烧系列的东西 所以夜市卖的好 我们就是推广 让小孩子知道说 其实做这个不难 而且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的话 他们就会更融入说 他们如果自己出去外面做 他们自己去吃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以前有做过 我就会去了解它 中午时分 学校厨房内 飘出阵阵的海味 软动小卷解冻后 只要简单的汆烫 就可以出菜咯 今天孩子们解老师 甚至是厨房妈妈 特别开心 除了原有的营养午餐菜色外 还多了汆烫小卷 那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基隆渔会可以上来 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学生去认识 各种的一个海鲜 然后认识它怎么捕捞 认识它有各种的海鲜的种类 然后可以让学生 虽然在这样子一个很 偏远的一个地方 他也有机会去认识到这样的云产品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基隆渔会与基隆市政府 联手推动石鱼环岛列车 计划前进全台26个偏乡地区的学校 不但把锁管带入校园 更要让孩子们了解渔业文化与经济价值 我想这是全国第一次 我们这一次也是尝试做看看 我们希望把海洋导带到山上 把海洋文化 把这些鱼业 把这些鱼种 把这些好吃的海鲜 带到天乡 带到山上 让这些山上的小朋友 也知道什么是鱼 什么是小卷 什么是虾子 让他们更了解海洋 石鱼环岛列车 从基隆起航 跨越山岭 行程累计349公里 将石鱼教育的理念 带到全台海拔最高的学府 石鱼环岛列车 以其独特的方式 将海洋教育与饮食文化紧密结合 逐步实现提高全民 对海洋资源认知 和重视的目标 为台湾的海洋教育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 记者黄少鸣采访报道 基隆市政府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小艇码头 举办了一场亲子区位运动会 吸引了大约60位的大小朋友 热情参与 结合运动爱台湾2.0的计划 促进亲子情感的联系 同时也推广水域安全意识 真的好好玩 在海上举办的区位运动会 采用亲子接力赛的方式进行 从穿救生衣游泳 到徒手SUP滑行 紧接着要亲子独目舟 最后要团队龙舟版前进 我们过去长年以来 在运动爱台湾 大部分都是做水域的 那这一次就是把水域安全 跟运动竞技加在一起 然后把亲子也加在一起 那也让暑假的活动更精彩 也让我们基隆市的运动爱台湾 的面向能够更广阔 以乐趣化的方式进行水上接力赛 结合运动爱台湾2.0的计划 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登场 SUP 六滑地 六滑地 但是那个六滑地 六滑地超级四G 就很不见 它的 非常好玩 每个关卡的设计 都充满了趣味 也非常考验 大小朋友的协作能力 更能实践合作学习的教育理念 同时也能提倡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都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约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厨就专入整坪 基隆验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圆山路庙口三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基隆祠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似地藏王菩萨已驻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彬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基隆二沙湾炮台 是著名的国定古迹 被称为海门天险 从中正路深下 有串联步道直通上炮台 每天都有许多游客前往运动 不过就有民众成情 这个俯首步道潮湿腐朽 破损不堪 还长满了青苔 一起来关心 来到海门天险 登山步道 每走一步都要很小心 一旁扶手都已经毁坏 卯丁外露 而地面上长满了 而地面上长满了青苔 让民众走起来相当危险 人干的过程的状况 觉得真的是要严重 那个钢丁 都已经突出来了 那其实另外一个 像上礼拜 港湖公司自己也办了 这边办建筹活动 没人看了之后就发现 诶 那个多危险 登山步道走起来 步步都是危险 市议员张浩瀚 协同立委 王正旭办公室主任 李明志 邀请了文化部 金融市政府文化局人员共同会刊 经过地方争取 中央将补助2500万元经费 针对护栏进行修缮 然而就大家可以看到 后方的栏杆其实破损了一个情形 已经自身所谓的公共安全的一个疑虑 但是因为这232号才是属于国定谷计 除了金融市文化局要做审议以外 还要送到文化部来进行相关审议的一个工程 那我想在这边今天终于获得一个好的讯息 就是7月19号 要针对于预算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审查 那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文化部的相关的同仁 来到现场来进行盘查 希望说文化部跟文化局能够加快 这个预算审理跟编列的一个工作 那希望尽快来进行所谓的步道的一个修复 避免说民众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一不小心天雨湿滑 那造成了一个受伤 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透过文化局部的文字局过来做线刊 现在有一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文字审议基本上已经过了 那预算目前已经送到文字局做审议 必须在7月下旬会审议完毕 那如果顺利的话 这个工程 这个修探工程会在年底做发包 那这中间的过程也要拜托 文化局跟文化部相关的同仁 能够暂时的修复和维护 让民众在这边游戏修剪的时候 能够安全一点 不要因为这个受伤不了的受伤 这项修缮工程 预计在年底发包 市议员张浩翰也协调 在还没有全面修缮前 游市政府文化局暂时性的修复 避免有人受伤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